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也是刚刚新闻报道的 松烟文创BOT案争议的相关报道 自由时报的头条是 台北市府廉政委员会统计马英九、郝龙斌 担任台北市长16年期间的BOT案 是否损失了千亿元的权利金 再来看到联合报 内政部规划要在106年推出首张晶片身份证 将会整合报税、驾照行照、还有健保卡等功能 而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之后 再来关心红霞台风最新动态 目前强度已经由强台转为中台 今天会最接近台湾 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恒春半岛、台东以及花莲 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以及强阵风 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预计晚间就会朝东北方向远离台湾 发布陆上警报机会不大 台风红霞昨天上午一度增强为强烈台风 不过接触菲律宾陆地之后强度减弱 昨天晚上已经转为中台 虽然强度持续减弱中 不过今天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 这段期间应该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在整个恒春半岛东南部和东部的这些区域 都有一些短暂下雨的现象 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当然包含蓝雨绿岛 比较接近在台风中心这附近 要特别也沿防强风豪雨的部分 而今天西半部天气 则会转为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不过中午过后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另一个第七号台风白海豚 目前为在关岛东南方海面持续向西北溪移动 强度逐渐增强 不过这个台风距离台湾还很遥远 未来一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 记者综合报道